巨妖帆不在我手中 我也交给后池 有本事 你们上天宫拿去 林真 保护二殿下 凤然 本皇念及古君和后池两位上神 对你一礼相待 你若还不失去 今天 新仇旧院 咱们一并要紧 大哥 你怎么才来 事发突然 我中途被耽搁了 凤然 古君上神 本君才刚将此地煞气完全净化 你们就要开战 森剑 你曾向我控诉 说仙族欺压妖族 可今日呢 你是真的想看见仙妖两族 水火不容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吗 凤然盗走了本族质宝巨妖帆 又和锦剑走得亲近 我担心巨妖帆落入天宫 对我们妖族不利 所以过来讨个说法 此话当真 伯萱灵石消散 需要巨妖帆救命 是妖神把巨妖帆借给青池公的 灵石重聚 绝非一个巨妖帆能做到 后池她还取了什么 聚灵珠 震魂塔 她如今在何处 天宫 陛下 据妖帆一事 虽已澄清 并非后池神君一人所为 但刚刚下界来报 镇魂塔丢失 煞气肆虐人间 后池身为上神 竟罔顾苍生 请陛下决断 严惩后池神君 陛玺不是说过 人间煞气可以封上几日 为何人间还是遭了劫难 陛下 总归此事与后池上神有关 若人人皆效仿青池公夺宝乱世 这三界 何以为安 请陛下严惩后池神君 收回镇魂塔 我青池公行事 何时需要天宫指手画脚 天地对镇魂塔一事早有决断 而等若是再纠缠 本君不介意 荡平此地 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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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狂妄了 太狂妄了 是 是 古君 父神 父神对不起 今天又给您添麻烦了 别担心 有父神在 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父神不是教过我 人不怕犯错 但是犯了错一定要认罚 错便是错 我是您的女儿 这所有的一切 应该由我来承担 后池身为上神 明知苍生之众 却因一己之私 罔顾众生 连累他人 是后池之错 天地对后池的责罚 乃是正天规 就算后池应罚 也愧对真神的嘱托 天下众生 所以此时此地 后池愿当着众神仙的面 加重自己的责罚 以谨效尤 自罚 你要如何自罚 后池偷盗神器 为祸众生 自知罪孽深重 所以今日便削去 自己的神位 向天请罪 愿以身受之 入神燕山百年 消除煞气 忏悔自己的过错 后池已经在玄天殿 认下所有罪行 父神免去了 对你的责罚 你不需要回北海面 彼此过 什么 后池呢 天地怎么责罚他 他自降神罚 被放诸神隐山百年 你确定了 是 忠仙为证 绝无更改 也好 那我也不会被害了 三日后 我陪你去神隐山 金木 你不能同我一起去神隐山 你在人间黄陵是怎么跟我说的 下半辈子你不愿意跟我一起吗 你对我的承诺就这么不值一提吗 不是你想的那样 百年之后 我定与你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再等我百年 凡人一世也不过百年 你觉得百年时间很短吗 还是在你心里我没有那么重要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金木 你是我最想珍惜的人 我怎么能轻你于不顾呢 愿我 是我没有护好你 金木 这是我自己犯下的罪过 应该由我自己来弥补 我答应你 这百年 我一定会天天想着你 念着你 好不好 地北城 后世上臣 还请随向武前聚 老板 去壶茶 好 这是你教的吗 数二岁无灵根 但学些拳脚功夫 想必自保足矣 教导一个人间的孩子 应该要花费不少心血吧 你何时教的 我的娘子 这还为过我们呢 你必要我关系为父了吗 姐姐 你可算来看数二了 我还以为青木哥哥又在骗人了 胡说 本军何时骗过你 青木哥哥比我父亲还要严厉 他还威胁说 若是练不好 就不给我吃饭了呢 白说 白过功夫是树儿自己要学的 娘亲说了 不能事事都依赖姐姐 爹爹已经走了 往后我们白家 还要靠我呢 树儿长大了 往后啊 这地北城 还有你娘亲 就全靠你了 对了 姐姐难得来一趟 我让母亲做饭给你吃 还有树儿最喜欢的桂花糕 你也一定会喜欢的 浩植上神 让我猜猜 是要替树儿感谢我吗 一吸收的煞气 风衣回了地宫 还未来得及恢复灵力 就来教导孩子 我很感动 光说感动可不行 得这样行 后迟我问你 你当真要想好 嫁给这个人了吗 是 可我若执意要抢亲呢 靳元神尊 你明知我不是他 我是我 你对我好 是因为上古 而不是因为后迟 从今往后 不要再把我当成他了 好吗 主上说了 这日子他瞅着难过 便不来说礼了 小殿下自幼 便不能常常随着心意办事 今日 这里就由您自己做主便是 父神在上 请受后迟 请募 一拜 一拜 二拜天地 夫妻对拜 一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